卡普空推出的阶级游戏往往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像快打旋风的连移术 云桌骑士的翻倍得分 恐龙快打的残血暴击法 又或者是三国之二所谓的必报考鱼法 当年可是圣经阶级厅的重大发现 如今这些秘密却已被各路游戏大神玩透 成为了高手最熟悉不过的常规操作 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款龙王战士和魂斗罗水下八关存不存在一样 也有一些若有若无的传闻 据说游戏中有两个隐藏道具分别是加密风车和加血猩猩 当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有点懵 作为当年拿法师仪比通贯的高手 懵谁呢 这种道具我怎么能没有见过呢 于是查阅了大量资料 加密风车和加血猩猩两种隐藏道具确实存在 只不过这两种道具却为龙王战士SFC版独有 并不存在于阶级之中 1991年卡普空根据经典的奇幻小说魔戒 制作了一款名为龙王战士的阶级游戏 游戏讲述的是邪恶的红龙作恶多端 令这个世界森林涂涛 为了拯救这个世界 五位勇士联手讨伐巨龙的故事 在这个充满魔法的世界里 邪恶的红龙吉尔迪斯从他的沉睡中醒而过来 在他的指挥下 黑暗军团现身人间 无数魔兽和亡灵对人类世界发起了总攻 一时间人类王国北方的皇城陷入 各地的村庄被毁 人们陷入到了巨大的恐惧之中 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 五位勇士组成队伍 向堕落红龙的黑暗军团发起了反攻 这五位勇士分别是拿剑的战士 可以给全队加血的牧师 手握法杖的魔法师 童年选择率最高的精灵 和没啥人气的矮人 狐龙勇士踏上了讨伐 恶龙的真诚 他们第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 就是穿过一个重兵把守的丛领 在打败了众多的兽人之后 他们在丛领的深处 建造了负责守卫这里的兽人统领 传说兽人统领的体型非常大 身穿铠甲 双持流星锤的他 不仅防御极高 攻击力也不容小觑 见面不如文明 这玩意儿可以说是中看不中用 在跳出的瞬间 便被火焰水晶秒杀 击败了兽人统领的众人继续往前走 轴着轴着 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 斑驳的城楼和残破不堪的城墙 仿佛正在向众人述说他曾经的辉煌 此时的城堡中 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兽人 经过一路的砍杀 狐龙勇士们来到了城堡的深处 见到了这里的守护者牛头怪 力大无穷的他手持巨斧 不仅攻击力范围极广 但这个家伙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勇士们利用错位的技巧送他下线 逼败了牛头怪的众人 在城堡后方发现了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 这条小路不仅十分狭窄 而且两边都是峭壁 稍有伯神就会坠落咸牙 一声嘶吼声突然传来 火焰巨龙从天而降 这个boss除了喜欢俯冲抓人 还时不时会降落土火 想当年玩到这里 一不注意就会被他吞条命 但如果不贪弓 弓箭手还是很好打他的 打败了双足巨龙众人继续前进 不一会就到达了山顶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在这个阴暗潮室洞穴里 隐藏着一只古希腊神话中的大蛇 不过在神话中他是九个头领 在这个游戏中他只有三个头领 这个游戏很多boss都有个弱点 那就是挑A能躲避很多攻击 葫芦勇是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 把这三个头领一次打掉 成功地击败了海德拉 当然没想到的是 海德拉死亡之后 竟然从他的身体里 调出来了一个年轻人 他告诉众人 二龙已经从沉睡中醒来 王国北方已经全部人陷 因为前往北方必须要绕过 这一带的群山 所以众人找到了一艘船 准备从海陆迁进 经过一番航行 众人成功地登上了附近的小岛 这里有一座高手入云的通天堂 塔内不仅有数量众多的怪物 而且在塔下 还有另一头牛头怪守着这里 有过一次战斗经验的众人 很快就把牛头怪打倒在地 接着他们顺着高塔的楼梯 一路前行 这里如果选择精灵 有一个卡分的bug 在过了三个宝箱之后 你慢慢地往前走 就会不断地卡出一只弓箭手 来到通天堂的顶端 见到了这里的怪物同龄 独眼巨人 独眼巨人的身材十分高大 几乎达到了众人的两倍 不过他并没有武器 只能使用拳头或投掷巨石攻击 攻下了通天堂的屠龙勇士们 来到了北方大陆 进入到了密林蜘蛛 此处的密林看起来十分的奇怪 一颗颗长得像怪异的大树 把四周挡得密不透风 竟然连夜市阳光也照不进来 众人来到了密林深处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一颗参天大树 以及树上的树枝巨型蜘蛛 打蜘蛛这里如果你用的是魔法 说打他基本上无伤 就算是被抓 左右摇摇杆掉下来还是不会掉血 但一定要快 让人没想到的是 蜘蛛死亡以后 这个山天大树竟然说话了 他给了众人一些装备 以感谢他们解决了蜘蛛侍虑的问题 同时大树还告诉众人 红龙的手下就在不远处的城堡里侍虑 得到消息的屠龙勇士们告别了大树 开始动身前往不远处的城堡 这座城堡位于一片广阔的平原之上 此时在平原满是破坏的景象 到处都是残破的车辆 众人被一名龙骑士拦了下来 这名手持巨斧的骑士 骑在一只红龙身上 红龙可以喷射火球 骑士可以默契地使用巨斧 意愿意境配合得十分默契 可惜对于跳起来攻击的玩家毫无办法 击败了龙骑士的众人与城堡之间再无阻碍 在城堡的深处里 见到了这里的首领 黑骑士 黑骑士的敏捷很高 移动速度也很快 他会使用弹跳攻击 幻影攻击以及飞镖攻击 同时在对战黑骑士的时候 城堡里还会出现恶龙作息 全来帮忙 当然如果选的是魔法师 对付他也不算难事 击败了黑骑士的众人收复了这座城堡 紧随其后的王国将军告诉众人 城堡里的公主已经被红龙截走了 哎我操 这剧情听起来好耳熟啊 勇士们一听瞬间就兴奋了 二话不说 再次踏上拯救公主的真诚 此时地面上的怪物也被全部输清 众人顺着城堡的地下通道 一边清理怪物 一边前去拯救公主 这个地下通道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木耐冰 哈德血超吼 而且一不至于被他抓到 血掉很多 道路镜头最垃圾的Boss 幽灵登场 这些幽灵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签 围着众人不断的旋转 同时随着幽灵血量减少 他们会变得疯狂 等他变红后 再次上升就是隔屁的时候 通过地下通道的红龙勇士 来到了王国的边境要塞 公主已经被怪物们带到了这里 龙人首领把恶龙们喜欢收集财宝的本性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全身都包裹在金灿灿的铠甲之下 手持巨剑和盾牌的他 不仅能在地面上使用冲刺攻击 还能飞上天进行俯冲攻击 最终红龙在雷电的拥抱下变成交叹 公主得救了 但他告诉众人 王国远在北方的皇城 已经被红龙占领成为了他的巢穴 于是众人又踏上了前往皇城的认臣 皇城中勇士们见到了红蓝两个骑士 这一关的boss 红色的比较好打 如果你玩的是日版 那么恭喜你 自求多福吧 击败了黑骑士 他们来到了皇城的顶楼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个 之前从未见过的敌人巫师 使用魔法攻击的巫师 拥有着瞬移能力 来不引去 无论他很难被众人攻击到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么厉害的巫师 他竟然是一名杂兵 而真正的boss 是一名身穿黑暴 大眼部才能威胁他们 假如你们胆敢反抗红龙的统治 我就用黑魔法杀死你们 这个boss 我感觉应该没有任何技巧可言 主要看反应能力吧 反正他的一圈火球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懂 只要他放火球 我就得消息 结局了皇城的众人 得知红龙的残部 正在森林里的部落里 作为作福 于是他们一鼓作气 也来到村落之中 这里又遇到一条双卒飞龙 不过这条飞龙是冰属性的 冰龙对魔马斯 不能说豪发无双 只能说随便打 心疼算我输 这样的攻击力 不被打出墙 都算它拿得干净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 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和平 村中的长者告诉众人 村子附近的山洞 可以通往邪恶红龙的巢穴 众人进入山洞 顺着通道一路前行 竟发现这里 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洞区 而是有着隆重的人类建设痕迹 一些人在山洞的尽头 遇上了两名独眼巨人 这两个巨人 很牛逼 一个打人不疼 一个扎人不疼 派这样的手下手动腐 我只能说红龙最后死的 真的不疑 随着他们越走越深 山洞中人工建设的痕迹 逐渐消失 取而带着的是 奔腾的岩浆和险峻的峭壁 不知不觉 众人走到了山洞的尽头 直接在这里 遍地都是黄金 密密麻麻地堆成了小山 一条巨大的红龙 吉尔迪斯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个boss体积很大 类似于三头蛇 只不过红龙的血量和攻击力 都高的离谱 甚至我当年打到一半 实在打不下去了 太他妈肉了 这场经过天崩地裂 屠龙之战进行了很久 在经过不间断的投币之后 哎不不 结果不间断的攻击之后 勇士们终于干掉了 这条邪恶的红龙 屠龙勇士们 获得了红龙所有的财望 而世界也恢复了和平 人们终于过上了 平静的生活 龙王战士 这款游戏充满了奇幻的元素 当年能吸引我们的 可能就是它的文法兴奇 还有各种各样的奇幻怪物 不知道当年 这款游戏是从哪方面吸引到你